大家好,我是Stan 10月12号 5050成员们在新开设的IG账号声明 全代表请诚实地公开有关5050的真相 我们将会公开 过去我们在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下活动时 所牺牲的健康 我们将公开全代表美谈的真相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离开公司 以及为什么我们无法返回的原因 开始了大反击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部分 首先是成员们的全体声明 要经历多少痛苦才能够获得正常的管理 尽管健康恶化 公司也不会关心我们的健康 要求我们减肥 因为无法忍受疼痛 自己半夜拨打救护车 甚至昏倒在地上 我们只能互相依赖 互相支持坚持着 Lovie Me, Tell Me, Hire, Login等歌曲 是经历了多次恐慌发作后 我们昏倒在地上 借助氧气呼吸机醒来完成的 请不要把我们当成是赚钱的手段 接着成员们具体爆料了真相 成员Sena表示 由于减肥引起的强烈聚焦 和内部环境压力 我甚至出现了调法现象 而且在没有服药的情况下 也不会来越近 体重急需下降到39公斤 成员西游表示 自2022年7月开始 我经历了无法滋控的身体颤抖和头痛 去了精神科医院 并被证断为重度恐慌发作和社交恐惧症 由于这些问题昏倒过很多次 但公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也没有安慰我 持续地要求我减肥 另一位成员阿兰表示 我在18岁时动了胆囊手术 今年1月 急性胆囊逐渐发展成为慢性胆囊炎 手术时比之前多了 一厘米以上的多个囊肿 医生建议我立刻动手术 但因为原定的回归行程不能取消 所以我冒着风险坚持了下来 对于这样的患者 减肥也不能例外 我们每周七天都要称体重 手术后 公司还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首先在这里给大家说明一个事实 当时全代表将所有培训管理 委托给安森宇的公司了 也就是说 实际上监督检查成员们体重的人 也是安森宇的幸福 白理事 所以有关减肥的问题 应该要跟安森宇公司说才对 而对此全代表方表示 这些声明内容都是在上次提交 专属合约终止申请的时候 以及向法院提交并驳回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艺人竞技公司 当然是让艺人活动来赚钱 难道是要卖探户路赚钱吗 真的是把公司当成是慈善机构了 跟人气顶尖的爱豆一样 开演唱会 海外活动 综艺广告电视剧 做这么多活动的话就不说了 不就是几个音乐节目跟YouTube吗 又不是因为过度的形成导致的 为什么说的像是被公司造成的呢 在出道前就那么痛苦的话 就不该出道了吧 因为胆囊疼痛 但无法开口说延期回归行程 看全代表跟艾桑也得聊天记录的话 真相并不是这样吧 而且那个声称患有恐惧症的成员 真的令人难以置信 明知自己患有恐惧症 怎么能考虑成为艺人呢 找借口也找个合理的借口吧 是把大众们看成多傻的话 才能发表这种声明 去找没有这些问题的爱豆 应该会更困难吧 以后别做这么辛苦的爱豆了 好好休息吧 前几天全代表对媒体表示 新组的女团会是九人组合 希望全代表这次能够挑选 新生都健康的成员们们 然后大发 对于50-50的反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突然受到众人关注 被吓坏的Asparkadina 新生都健康了 新生都健康的一个男跟我还准保 那S GetIn 在2017 再见 immediately